实际上是当我自己也从事这行了 在读他的作品 包括看演出 读他的作品 我真的看出好来了 看出他的 怎么说呢 他的对人性的开决 对于我们人生存的境遇的一种 深刻的鲜活的这样一种呈现 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从心里 就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吧 你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 跟父亲去北京仁义 对 其实戏剧对我来说 真的我觉得应该说是另一个 怎么说呢 另一个母体吧 就是我觉得我是到50多岁以后 我才真正自己写戏 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跟戏剧 真的是有一种血缘关系 你是戏剧炮大的 对对对 真的有某种血缘关系 就刚才你提到首都剧场 那真的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有点家的感觉 就是你会从小就在那 从小就一次次的迈上台阶走进剧场 或者从后抬进 或者站在侧幕 或者在那时候他们还有个导演间 是在剧场后面小黑屋里 你记得小时候去首都剧场看戏 或者看他们排练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什么样的经历 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带我去看戏 从后台进就快看远出了 因为他和蓝天叶老师 他们平时是很熟的 对吧 都是在一个剧院工作是同事 我会经常看到他们会谈笑风生在一起啊 但是那次我爸领着我从后台进去 迎面蓝天老师走过来了 目不斜视 根本就跟不认识一样 第二天就走过去了 我心里就 我作为小孩 我就不理解 我说他怎么 怎么平时那么好的朋友啊 等于他跟我爸 我说怎么成 就连理都不理了啊 然后回来我爸爸就特别 应该说有点暗自得意的那样 他说他在酝酿情绪 这个就让我觉得 哇 原来作为一个演员 作为一个戏 就是你要上台的之前 你就已经在 这个已经开始了 就是啊 这个感觉给我很深的 再有就是 再有当然就是我小时候看雷宇了 我第一次看雷宇了 我那时候大概四五岁五六岁 所以完全不懂 然后看到那个第三幕 那大霹雳 啪上天上来 吓着了 对了 一下我就哭了 然后我爸平时是一个 让我觉得特别可亲 就是完全 但是那次我觉得特别粗暴 一下把我夹起来 噔噔噔就跑到外面了 我都给我吓得忘了 哭了 就哭得忘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爸 后来也没有说我 但是我就明白了 我就已经 我就明白我打扰了观众 就是这个剧场 这个戏比天大 这个印象就非常深的 等于扎根在我心里 我会不会 辑